小心 小心 成岭 把这小畜生背上 上路 来 臭小子 下盘功夫见长啊 我 师父 大惊小怪的 成何体统 前路凶险 不想死的 就紧紧跟着我踩锅的地方 秦淮章的徒弟 看好你这个蠢徒弟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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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一下 一点上 三个 无人 因为 小相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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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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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我劝你是食物性 你那些机关把戏 在我这儿不堪一击 出犯可免 如若敢再犯 我让温克星掰断你的手指头 为何是我 我外号温大善人你不知 这等刑讯酷烈之事 我怎么下得去手啊 阿絮 你拼拼脸 你闭嘴 师父 龙岩阁主 为什么住这种偏僻的地方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呗 那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又弄了这许多机关 步步经心的 万一他自己出来一趟 也迷路了怎么办 这不是和 往自己床下放老鼠夹子一样吗 往自己床下放老鼠夹子 有一次我房里进了老鼠 怎么抓也抓不到 就往床下放了两个老鼠夹子 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忘了 一脚踩下去 便被老鼠夹子夹断了脚 臭小子 世人之所以躲起来 无非也就那么几种原因 要么 他总觉得有仇家要追杀他 所以非得躲在一个 谁也找不见的地方才行 要么嘛 龙却是个烂好人 一生只有被人欺负的份 从不与人接仇 秦淮章的徒弟 这点你师父最明白了 那便只有第二种原因了 伤心 他想见的人再也见不到了 索性躲起来谁也不见了 免得见谁都是个提醒 你师父以后若是不在了 我也想找一个这样的地方躲起来 谁也不见了 就像 就像于伯鸭衰弦吗 没事的 不会的 师父内功精湛 又行善积德 定会长命百岁 杀人放火金腰带 修桥补路 胡诗海 想死吗 臭小子 叶前辈 带路吧 不入虎穴 燕得虎紫 你们不是要去龙元阁吗 对面便是 怎么 你们怕我发动机关暗算啊 三个大高手押戒着我 我还能反了天去 傻小子 那我来背他吧 走吧 慢 龙少阁主 当罪了 如此 我便先过去吧 阿絮 哪儿轮得到你啊 我先去 右边 前辈 老妖怪 逗你们玩的 幼稚 过来吧 我先获吧 小心 我是假帅 你们是真帅啊 不复 师父 温叔 师父 温叔 师父 老温 老温 阿絮 别说话 我没什么大碍 只是像是五遭六府办了家 需要习惯一下 我不吃那个臭小子呢 没想到 他还真有破釜沉舟的魄力 老子都被摔得七昏八速 他不得摔成肉饼啊 他并没有摔下来 他难道会飞 奇怪 我分明看准了叶白衣每一步的方位 怎么他踩就没事 我踩便触动了机关 这个机关 应该是由于重量的原因启动的 叶白衣一个人的重量 踩上去没事 但是 我们三个人 踩上去就触动了机关 原以为 龙啸在我们手里 他们会投鼠机器 想不到 龙渊阁 机关神妙如斯 龙啸 这是哪里 怎么这么暗 我还以为来到了阴间 这里其实并没有那么高 若不是 你为我 你也不至于晕过去 我们应该是下落的时候 触碰了第二层机关 才会陷落此地 师父 温叔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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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起来吧 别哀嚎了 小蠢货 自己动动脑筋 那臭小子发动机关 自己第一个掉下山谷 你以为他愿意 跟那一对死一块儿啊 但其中必然有诈 你 对 对 师父一定不会死的 温叔也不会死的 放心吧 祸害一千年 那两个祸害 没那么容易死的 我说 你会用这个 我说 我说 你没那么多了 我说 我说